戴威斯在上一手牌啊 他和艾维跑马赢下之后 筹码翻倍来到180万 这手牌在前后拿 加一位拿到A钩打得很激进啊 直接奥练 谭轩拿到AQ要不要接 以谭轩的性格其实是很有可能接的 谭轩这个人还挺爱接跑马的 不过戴威斯这个奥练显得牌力非常的强 其实要是我一玩的时候 一般我AQ可能不太会接 前后加一位的185万推出来啊 因为戴威斯推出来的牌 通常而言谭轩也就比A钩好 他一般都是比谭轩好的牌 有什么AK啊超队啊 一般我不太会接的 他在枪口加一位 推了这么多筹码出来啊 因为他没有 他拿其实这手牌 还是戴威斯打得有些激进啊 我觉得有他应该在桌子上的时候 你不能这么激进 在枪口加一位 这是非常靠前的位置啊 全桌第二岔的位置 然后推出185万的筹码 你这么好的局面 这么多筹码 他185万在这个桌子上非常多的 你说他这要被淘汰出局了 他亏不会 他非常亏的 所以一般而言 敢枪口加一位 这么多筹码推出来 牌都非常强啊 谭轩可能唯一 他对战非常 最有优势的就是 天顺吗 戴威斯天顺啊 其实正常而言 他A哥同次 推出来这个牌力 在枪口加一位 是有点不够的 发着花的 那A哥死牌啊 你说他这么多倍 他180万在桌上 筹码非常多的 他可能是筹码第三名 完剩下的人 可能除了 海格斯坦 剩下的人筹码量 都非常少 你知道吧 他的局面大好啊 那A哥这么激进推一下 被淘汰出局了 这手牌 其实戴威斯 有点过于激进啊 他位置太太差了 你知道吗 后边太多的人 没有行动了 哦 周神 叫周全啊 全周 全周是那什么 福建的地方 是吧 周全 可能大家因为 这都是汉语拼音嘛 不太认识吧 他把名字 写桌子上 是吧 大家能知道 他叫什么 周神对Q 碰见了对勾 如果对勾能靠下来 周神就很容易 筹码翻倍 花色没主导对勾 不太好 要主导个花色 还挺带感的 这都非常多 看这枪口位 90万 凹令出来 对勾都气了 前面就知道 那A哥同色 他在枪口价 一位 推185万 他多激进 他太激进了 他刚才185万 他是桌子上 筹码第三名 第三名 主要筹码都在弹圈那 玩Hexon有200万多一点 然后他是第三名 然后后边是戴威斯 剩下的人可能筹码 周神就特别少 后边是AK 说来说来 周神后边都是强牌 对勾是AK AK还是领先的 短牌AK还是厉害 正常而言 AK就长牌里边 AK面对QQ 他还是落后的 多一些的 我觉得他能有个什么 43%左右的胜率 哇 AK翻牌击中了 对K一对 周神 现在胜率还可以吧 34% 6% 能发出顺子 或者是那个 三条吗 哇 发出了Q 发出个皮蛋 周神来到了190万 活下来了 戴威斯81万 这手牌 谭轩 枪口位 97同色 说实在这个牌一般的 尤其在枪口位 但是谭轩就拼一枪啊 想玩玩这个牌 而且在枪口位进来可以扮演大牌 发出什么A和K啊 这样的牌是吧 他可以投机啊 真发出A了 这个面非常接近于枪口位的范围 就是非常接近于谭轩的范围啊 A和K 谭轩玩了一手鸡贼牌啊 哇 海克斯坦是天顺 这还玩毛 28万 下8万 这个还行啊 这手牌怎么下注还行 这个范围非常接近谭轩 而且这个牌面没有那么多买牌啊 这海克斯坦是天顺了 怎么搞 又发出一张K 这张K海克斯坦非常不喜欢 因为A勾K非常接近于谭轩的范围 是吧 海克斯坦这会儿其实才会担心葫芦啊 谭轩有可能玩AK的是吧 有可能玩勾K的 甚至谭轩有可能玩什么对K 四条K的炸弹 慢打KK 什么对高的暗三条啊 其实这里边对高的暗三条 概率比什么对K对A要大 差不多对高对A一样是吧 差不多 其实短牌里边拿到大牌很有可能慢打的 但谭轩这个人拿到大牌 他可能没有那么 也也 其实也挺多慢打的 还要继续看这手牌吧 海克斯坦这里边 感觉还是会打价值吧 比较接近于谭轩的范围 如果打价值 从概率学上而言 海克斯坦还是领先的概率大 下个半池呢 半池比较让人难以摸透啊 而且你下半池 别人不是太好投机你 看看海克斯坦下多少 哦果然是半池 你看见没 高手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其实这里边 我以为海克斯坦下注 他会下一个十几万的注 下个就是三分之一底尺 你知道吗 我以为他是下的 会下三分之一底尺 因为这手牌 说实在的 我是那种导带看的 你知道吗 我用了几秒 就把这手牌看完了 所以这手牌很出乎我意料 我以为是一手很普通的牌 我几秒看完了 我说 这个瞄的还怎么打 其实当我也没看到天顺了 我看结果的时候 我以为这手牌 有导带 倒到转牌 我发现这手牌 没啥看到 反正这里边 谭轩啊 还是瑞斯 这又是谭轩啊 正常而言 你下个半池 是吧 这注也不轻啊 两个人筹码都很多 海格斯坦也很多 但是谭轩就是敢操作啊 那这样事的 海格斯坦就可能觉得 谭轩 有强牌了 因为海格斯坦 他表现的牌力并不弱啊 他这个下注也不轻 是吧 谭轩还能在这种情况下 瑞斯啊 其实海格斯坦现在 表演出的牌力还是很强的 在谭轩强范围里边 他下一个半池啊 其实海格斯坦这里边 是偷鸡的情况 也并不多的啊 一般咱们偷鸡 不会在别人的强范围里边 是偷鸡啊 就翻牌 就转牌 谭轩的过牌 还有可能中张A 他控制 你知道吧 或者 他有时候中大牌 藏大牌 也有可能这样的 海格斯坦要不是有很好的牌 在别人的范围里边 他首先不会偷鸡 第二一般 他会过牌控制 你知道吧 所以海格斯坦转牌 那个下注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有 有很不错的牌 那谭轩还敢操作 海格斯坦 这个牌太大了 还是觉得值得尻一枪 合牌来一张钩 一张钩 非常的狠海子的 我大概看的 你知道吗 我大概好像是 转牌的时候 看到海格斯坦是天顺 我一看见海格斯坦是天顺 我说这还玩毛 是吧 是吧 这肯定要知道的时候 谭轩会输啊 他现在看到这儿 合牌是吧 合牌这个 这张钩 对 我觉得不发出这张钩 海格斯坦和牌 他也不好扣 因为转牌 其实谭轩显示出的牌力 真的非常的强 他因为合牌打的 价格50万 很像价值下注 谭轩很像有张K这么大 其实这种牌 其实这种牌 从分析而言 谭轩真相有强牌 尤其是转牌 能瑞斯 海格斯坦 因为海格斯坦 转牌的下注 一般是有比较不错的牌 强牌的 你知道吧 海格斯坦才敢那么下注 就是转牌 就是 哎呀 有点老了 有点神经衰弱 就是转牌 海格斯坦下半池 弹轩 瑞斯之后 玩海格斯坦 还是怀疑弹轩的 他最后的怀疑 就是尻了一下 希望于弹轩 最后不打是吧 就海格斯坦表明我的牌力 你别投我了 你最后还能打出来 那我海格斯坦 这个牌应该是不行了 大概这样 为这首牌完了 说那么多 这首牌 黑的为何 用90同色去强底池 被海格斯坦尻了下来啊 就是90石钩同色这种牌 适合强底池 你知道吧 那这首牌 你不能接耀务力 大多数情况下 你都不能接耀务力 就这种结构牌 他一定 不说一定啊 大概率别人尻你 你都是落后的 但是加上气牌率 你就可以 就行啊 这牌就不错 你知道吧 因为有人以为短牌里边 90石钩同色 特别好 无所畏惧 并不是这样事的 你知道吧 你得主动凹链 不能被动 接凹链 短牌里 哇 陈德威和运气 真的非常好啊 说实在的 海格斯坦尼前面 也是被谭轩偷了一手 艾维被谭轩偷了一手 被淘汰了 偷了手大的 是吧 而海格斯坦尼被谭轩 偷了一手大的 而海格斯坦尼被淘汰了 这帮人还会觉得 气运都被谭轩给打走了 气运听那小说 这种比较好 反派的 你知道吧 他重生就是反派 有系统 然后去搞气运之子 这种小说 听着挺爽的 这段时间 陈德威克的气势 非常的强 一直在那 凹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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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这么多的凹链 谭轩对时还是没接啊 前面 谭轩A时没接 你知道吧 那把陈德威克是A钩 这把对时 谭轩也没接啊 谭轩你看那个人 看他这个人打牌 范围宽 爱及凹链 他也分情形的 还能弃掉A时 也能弃掉时时 三人桌啊 三人桌 其实他这两手牌 都是很强的牌 来快翻牌吧 周深街了 你什么牌 你老后练啊 这手牌真的是 吹的为何又拿到了好牌啊 A好像吹的为何 最近就拿到了两把 转牌 黑桃不错 有没有 没有童话顺 哎呦 有童话顺 90勾圈K啊 盒牌 没发出来啊 盒牌周深机会还挺大的 运气不太好 没有发出来啊 周深被淘汰出局 获得第三名 哇 陈德威克这个胡子 有说法的吗 看着很熟悉啊 就玩卡牌游戏 有这样似的 或者玩点游戏 有这样的头像 这样的胡子 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单挑 我两个人的筹码量好接近 55开 第一手牌单挑 9Q对67 谭轩 这个牌的胜率比对方高啊 46开 上个比赛决赛说 谭轩打得非常的稳啊 一到决赛说 打得 就是 找个成语 不 不续 不稳 不急 要什么 不急 不徐 算了 详细有个成语 想不起来了 都是 打得不急 不徐 啊 就是稳着来 是吧 慢慢打 不着急 拼内力 就是那种 还是他感觉啊 来看翻牌 拆得胃可 七一对 谭轩90勾圈 买上辖顺子 慢慢来 七要打一下吗 打也 虽然有未然 打也没有那么好 可能换下十好一点啊 因为石勾 这两张牌的相关性 太强了 而且谭轩这个人 非常的凶 你这时候打谭轩 他一瑞死你 你对七就玩不了了 所以你这个牌 又怕被瑞死 你后边又是个凶的人 就不要瞎住 对吧 A死 A死 谭轩现在偷击 这张A死不适合偷击啊 因为谭轩平靠近来的 是吧 反正又没位置 反正转牌发出一张A 你这时候瞎住 你说我中这张A了 就很牵强啊 其实谭轩这个牌 很适合投机 但让A不适合投机啊 谭轩不到会不会偷啊 因为这时候你投机 一般代表的 还是要偷一下 因为这时候投机 你就是代表的是A 是吧 要他转排 发出A 你就中A 还是平靠底 吃没位置 两个人单挑 第一手牌 发出A 你就说我中A了 还这么投一下 还是打跑了 所以谭轩这里边 稍微能扮演点10啊 我以为不会投呢 可能是我浅薄了 我觉得这张A不适合投机 发出任何牌都适合投机 这张A你说 发出A有代表有A 但谭轩有10 可能也会打个试探住 试探投机 试探住 晚上有买牌 可能会投机 也算是这种情况啊 这里边Traderwick 还是有点担心 谭轩合牌的下注 有点像咱们 他这个牌里 有点像咱们翻牌说的 他怕Race是吧 他下注怕Race 他这个牌 合牌不好打 咱们来看看Q7对K狗 哎呀 Traderwick的牌不错呀 但谭轩有位置 但谭轩有位置 CALL吗 CALL啊 彩轲 这牌没有必要Race 而且现在谭轩这个人 气运好了 他觉得形势在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都会Race 那你看现在谭轩的表情状态 其实现在运势不在 不在谭轩这儿啊 应该不会Race吧 我觉得现在运势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会感觉啊 是吧 我发现他们会有一些气运打法 就是状态吧 我现在感觉状态好 就是我现在压制你 是吧 我感觉能感觉出来 我就什么牌都会Race 他现在谭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其实决赛桌 我一手牌都没看 到决赛桌了 我就看看时间 其实他俩单挑的时间不长 我想咱们就从头看到 其实我希望他俩单挑时间长一点 我就想像谭轩那种第一手牌 第一个比赛走万哪个 就前面比赛走万哪个 做完整版是吧 好一点 两个人打的时间太短了 这牌又有两张铜色就好了 谭轩偷起来就好偷 现在也能偷 但是总是有点忙 你知道吗 现在要偷就是感觉有点忙 因为偷就是再结合一些 和八九相关的牌偷机 这张六 翠德卫克没位置 感觉会控制的概率偏大一些了 但也不好说 这条级也不好说 只能说偏大一点 自己打不可以买牌 不让他白买牌也不错 但主要是没位置 看他怎么打吧 怎么打都有可能啊 过了是吧 就是过的偏大一点 谭轩六七八九买上下顺子 会投机吗 就是那几乎七运前面我觉得很外好 就是这么说好 就是你主导牌桌的时候 你主导了牌桌 别人都很怕你 是吧 你老赢 或者你运势比较 就状态比较强 大家都怕你 那个时候你什么牌都会起瑞斯 是吧 有这么一种打法 谭轩也没有偷啊 谭轩也感觉说来 插的为何有东西了 原来就不会偷了 因为转牌谭轩就感觉出有东西 如果偷的话 转牌就偷了 合牌也不能说完全不偷 合牌偷就下一个 哦 吹的为何打了 他打点什么 中八中九中六的价值 就是谭轩和牌要偷机 也是打这些牌 就是演中个八一对 九一对 可能八一对 就演中九一对吧 中这样的一对打个价值 你要演别的牌 你真的没有那么好演啊 只要这里边下个轻柱 中九一对轻柱 打点什么中六中八的价值 其实合牌大概率不会偷的 这种情况下合牌 不好偷 兄弟们 这手牌 传奇不合的视频就没有结尾 不知道他就出什么问题了 有时候传奇不合视频是这样的 但是这手牌 我正好就是最后的 两三手牌 我看到了 那天我刚才我看见就是 他俩单挑 我看谭轩打到决赛桌了 两个人单挑 我就点进去 我点进去 我看了两三手牌啊 其实谭轩打的是比 车德卫克 感觉要好的 我看那两手牌 可能比两三手牌要多 都是 最反正最后那手牌是 谭轩可能是AK啊 玩车德卫克是什么 A10A狗这样的牌 玩两个人跑马 玩丑马量差不多 玩 谭轩最后跑马输了啊 就是谭轩的胜率更高 可能对方A10都没有 是A8什么的 要吧 谭轩好像拿AK Eraise他 玩车德卫克以为 谭轩是在偷击他 玩车德卫克 奥利恩谭轩尻 或者谭轩奥利恩 车德卫克拿什么A8A10 就A10左右这样的牌力吧 玩事儿尻的谭轩啊 最后车德卫克运气好赢了 其实绝对说谭轩打的 还是更好的 哎呀 这个视频我没想到怎么样 其实我想我做视频 直播什么的我也不用看 到时候边做视频边看 没想到视频有的时候 这样啊 他没结束 我记得前面有一首 得万多万的视频 也是他没有啊 就是有时候会这样 还行吧 谭轩第二名 是吧 也没有那么遗憾啊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